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英文2 各位同学好 今天是英文2的第八讲 我们要介绍的是Job Interview 面试 我们的助讲老师是士文老师 各位同学要注意到这个interview这个字 view是观察的意思 那么inter就是说彼此互相的意思 所以interview事实上它是一个相互观察 相互考验的一个场合 我们一般人都把这个interview解释成为 它是一个买方的市场 就是所谓的buyer's market 那么这是雇主比较占优势的一个场合 而这个应征者呢 他却是a seller 他却是站在这个卖方seller一个不利的立场上去 但是我们刚才跟各位同学说了 这个interview它事实上它是一个双方面都彼此考察的一个场合 我们同学不要觉得说我去应征我就是等着别人问我考我了 那么但是事实上要注意的是 interview事实上它也是一个 a two-way process 是一个two-way process 是一个双向进行的过程 是一个two-way的不是一个one-way的一个事情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求职者虽然是被这个主事者提出了许多的问题来问你 但是如果你自己也有疑问 也觉得有些事情不了解的话 在适当的时机 你也可以提出来向对方请教的 所以interview千万注意 这是一个two-way process 那么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面试 对我们求职的结果有非常大的影响 因此呢我们事先的准备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请诗文老师看看 我们怎么样来做这个面试前的准备呢 那我们看到是interview preparation 所谓的 preparation是明词的准备 那 there are three basic ways 有三种basic ways 基本的方式 基本的方法 you should prepare for a job interview prepare是动词的准备 prepare for 为了什么事情来做准备呢 就是说你应该prepare for a job interview 你应该为这个工作求职的面试 应该要做准备 但是有三种基本的方向 第一个呢就是know what to expect in the interview expect是预期预料 你要预期在这个interview在面谈的时候 你会碰到什么样子的问题呢 你要先想一想这个事情 know yourself 你也要有自知之明 你要了解你自己 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里 因为有的时候你在面试的一个opener 一个开场白 可能那个老板就说 Tell me about yourself 请谈谈你自己吧 你这个时候会忽然觉得说 我要怎么来说我自己呢 你必须要事先都要想好 第一个你要先想到 在这个面试的时候 可能面临到什么样的情况 第二个呢是要了解你自己 第三个呢也要know the company 也就是说知道你所应征的这家公司 也要事先做一番的了解 那么才能够自己才能够知己知彼 在面试的时候呢 才能够对答的非常的妥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你应该怎么去做进一步的准备呢 那么这里我们看到说 When preparing your answers 在你准备你的这个答案的时候呢 因为你刚才说了 你先想想在这个面试的时候 很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呢在准备的时候呢 It would probably be helpful 它这里没有很肯定的说 It is helpful 是很有帮忙的 这样做是很有帮忙的 它是用非常完整的说 Would probably be helpful 可能会有帮助 It在这里呢是一个形式上的主词 代表to write out the answers Write out是把它完整的写出来 就是你把这个答案呢 完整的都写出来 So 这样子呢 You can study them Study 是仔细的研读 你可以甚至于是背诵 你可以把这个答案把它背起来 Practice saying them out loud Practice 这个字后面加个saying 加一个动词的ing的形态呢 就是表示练习的意思 因为有一句话说 Practice makes perfect 你一再的练习就可以造成完美 也就是我们中文所说的 熟能生巧了 所以你可以把它背下来 你可以不断反复的练习 说它们把这个答案说 saying them out 把它说出来 而且 loud 大声地把它说出来 since 因为既然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read them in the actual interview 既然你是不可能 be able to是能够 你将不可能读它们 你不可能把你的答案拿出来阅读 in the actual interview 在真正的面试的时候 你是无可能要把它拿出来 念你的小抄的 所以最好不断地练习 把它背起来 那么这样子的话 在对答的时候 非常的自然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段 我们的这个绘画的实况 interviewer 所谓的interviewer 就是主事者 就是面试的 给面试的这个人 然后是David 就是D 大卫 那么他是interviewee 他是这个被面试的人 他也是一个job seeker seek 是寻求的意思 job seeker 就是求职者 那么这是两个人物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看一看 这是所谓的interviewer interviewee 这是两个动词后面 他加了不同的字 代表了主动跟被动 我们看一下这个圣字 我们看到呢 是动词加上er 变成主动的动作者 interviewer 是会见的人 采访的人是主事者 那么他是主动的动作者 比方我们看到seeker 是主动的追求的人 employer employer 是雇佣 那么employer 就变成了雇主 反过来我们看到 动词加上ee 就是动作的接受者 比方interviewee 就变成接受访问的人 接受面试的人 他是求职者 employee 这就是受雇者 payee就是受款人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 动词的变化 那么他加上er 加上ee的字首 而字尾呢 就是变成了一个 主动的动作者 跟被动的动作者 我们待会儿来详细地看 我们的对话内容 待会儿见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绘画呢 这个对话呢 一个主事的人 是manager 我们用m来代表他 另外呢 一个是interviewee 是被面谈的人 那么求职者seeker 那么他是这个David 我们用d来代表他 现在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对话 那么这个经理就先说话了 他说 we have received your letter 好好的见面呢 我们用meet with 那我们很高兴 在今天我能够跟你见面 to 为了什么呢 to further discuss your qualifications for this position 来further 进一步地来discuss 来讨论你的资历 什么资历呢 for this position 这个for呢 是为了这个职位 也就是说 我很高兴 今天能够见到你 能够来跟你 进一步地讨论 你担任这一份工作 你的这个资历的问题 it is a pleasure for me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for an interview 这也是一个 很客气的一个开场呗 it is a pleasure for me pleasure这个字呢 是很高兴的 也是一个荣幸的事情 那么it 我们以前都介绍过说 it可能它就是一个 形式上的主词 因为主词很长 是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for an interview 拥有这个机会 什么样的机会呢 一个面谈的机会 对我来说 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 能够今天有机会 来面试 是个人感到 荣幸的一件事情 是一个很客气的开场 do you have any experience as a clerk 这个问题呢 这是常见到的问题 就是experience的问题了 你来应征这个工作 你过去有这样的工作经验吗 所以它 clerk 就是一个办事员 文书员 所以你过去曾经 s 担任过 有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经验吗 这是我们要想到的 常常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Yes, I have been a clerk at a trading company in Taipei 那么这是说 I have been 这里也是用的一个 现在完成式 说我曾经是担任过一个clerk 一个文书员办事员 at a trading company in Taipei Trading company 就是贸易的公司在台北 我曾经在台北的某家贸易公司 担任过这个职务的 这是我们要想到 别人问到的经验的问题 Are you familiar with computers? 那么这里呢 是另外一个必须问到的问题 Familiar with 就是对于什么熟悉不 你熟悉电脑吗? Yes, I'm proficient with Microsoft Office Including Word, Excel, PowerPoint and Access I'm also proficient with Microsoft Publisher 那么这里呢 他是回答 就是我们想到刚才的这个简历表上 上一讲介绍的简历表的时候 然后这个人他说的 他说I'm proficient with 我对这个非常的熟练 我对这个很擅长的 就是微软的办公室里的 各项的这个系统都知道 包括什么呢 包括Word, Excel, PowerPoint and Access I'm also proficient with Microsoft Publisher 同时我对于这个微软的 这个出版的 这个桌面的出版呢 我也是非常的熟悉 非常熟练 或者是非常擅长的 那么这是谈到这个电脑的能力 Why do you want to leave your present job? 那么这个呢 也是我们要常常会注意到的说 你为什么要leave 要离开your present job 这个present就是现在的 你为什么要想要离开 你目前的工作呢 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常常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请各位一定要注意了 你不可以在这个地方说 我以前那个老板很怎么样 很怎么样 对员工很不好 或者是我的同事都很糟糕 或者是什么 就把过去的工作的环境 过去工作的同事 过去工作的老板 通通把人家都说得不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可能你才是那个麻烦的中心呢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请考虑 不要说过去失败的经验 要强调现在 强调将来 那么而且你的回答 要非常的中肯 我们看这个人他说的是 I would like to change my present job 这个月票 来通勤 那么因此呢 他说的是 这个交通的问题 让他要感觉到 要换工作了 我们回头来看 他的回答 他说 I would like to change my present job 这个 would like to 就是不能够说 I want to 假如 I want to 大概主动权在你自己 说我要干什么 但是这里呢 因为你求工作 是主动权在别人 所以说 I would like to 我想要 我希望要 change my present job 我希望能够改变 我目前的工作 为的是什么呢 to cut down the commute 来减少 我通勤的时间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交通的问题 不牵涉到过去 跟老板相处的状况 如何 这个回答 要特别特别的小心了 Do you have any hobbies? 那么这里 也是一个常会 问到的一个问题 说 你有什么 hobby 就是你的嗜好 你有什么嗜好吗 除了工作之外 你还有什么嗜好吗 I like to play tennis and occasionally go swimming 那么在这里 我们看到 这个go 加上一个动词的ing的形态 我们一般来说 go 加上一个动词的ing 动名词的话呢 就说 去做什么事情 比方说 go swimming go swimming 就是去游泳 go fishing go fishing 就是去钓鱼 go shopping go shopping 就是去采购 那么这是说 动词go 后面再加上一个动名词 他就是要去做些什么事情 那么他告诉对方 他说 好 我的hobby 我的嗜好呢 是什么呢 就是说 I like to play tennis and occasionally go swimming 我喜欢 我喜欢 play tennis 喜欢打网球 occasionally 偶尔也 go swimming 偶尔呢 也会去游泳的 那么这是他说了他自己的这个嗜好 那么在这里呢 就是说一个人除了正常的工作之外呢 你可能有一些的个人的嗜好 但是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也请大家要注意了 就是你的嗜好不能够太多样子 说了太多 老板想 你还有时间替我工作吗 所以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也必须要仔细地小心了 我们待会儿继续介绍他们之间的绘画 我们刚才看到这段绘画呢 就是我们看到主事者问了许多尖锐的问题 我们也希望各位同学记住了 你在求职的时候 他可能问你 第一 你有工作的经验吗 第二 你为什么要离开现职呢 那么你 这些呢 我们在回答的时候 都必须要事先想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他其他的问题 那么这也是常见的问题了 说 What was your major in college College 就是大专学校了 你在大学里面呢 你是主修的是什么呢 International trade International trade 就是国际贸易 我主修的是国际贸易 Does your present employer know that you're leaving? Does your present employer 就是你目前的雇主 know that you're living are living 这是用了一个现在进行事 现在进行事有的时候就是代表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那么就是说 你目前的老板知道你要离开吗 你要找寻新的工作吗 Yes My boss knows that I'm looking for a new position Yes 是的 My boss 我的老板知道 that I'm looking for a new position Looking for 是寻找 new position 新的职位 那么是的 我的老板知道 我正在找一个新的职位 那么就是 也是会常见到的一个问题 有的人就说 你还没确定要雇用我 所以我还没跟我的老板谈呢 这是两种答复的情况 Would he give you a recommendation? Recommendation是一个推荐书 推荐函 那么Would he give you a recommendation? 你想你的老板会给你一份这个推荐书吗? 就是说他会不会推荐你呢? 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希望各位同学注意了 就是说你在这个面谈的时候 你必须要have confidence in yourself 你要对自己要非常的有信心 不仅仅是对你个人的能力 对你的学经历 通通对你的学校 对你主修的课程 你都必须要有信心 have confidence 如果你对自己没有信心的话 别人怎么会对你有信心呢? 所以这里他问说你的老板会给你一份推荐书吗? 也就是说你觉得你过去的工作还算是不错吗? 所以他的回答他说yes 是的 Yes, I believe I will be given a favorable recommendation 我们看到favorable是有利的好的 是的, I believe 我相信I will be given 这是will be given 这是被动于他 我将要背给一个favorable recommendation 一个非常有利的推荐书 那也就是说我相信我过去跟老板相处得不错 我的工作也很好 我的老板在我离开的时候 一定会给我写一封非常好的推荐书 这是你应该是have confidence in yourself 对自己要有信心的 What is your expected salary? 这也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So what is your expected salary? 那么什么是你的expected 所期待的薪水呢? 那么你想你要多少的薪水呢? 那么回答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因为你说高了也不是 说低了也不行 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个答复 但是我们大概的基准就是说 像他现在是以他目前的薪水来做一个基准 那他可以说出一个价钱来 如果说你要谈到薪水的话 有的人就说 我看公司怎么给吧 那也许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个调查 市场的调查 看看类似的工作 那么市场的一般的价格是多少 那么你说了太低 那老板当然很开心了 是不是? 但是太高了也许不太合适 所以太高太低都是不合适的 你应该事先做一个功课 了解真实的状况 所以提出来才不会太过离谱的 那么他的回答是 I'm making 40,000 NT a month at my present job 在我目前的工作呢 这是make money 赚钱 用这个make这个字 I'm making 我目前呢 是赚40,000 NT a month NT是New Taiwan Dollar 就是我们的新台币 那么我目前呢 一个月我的工作 我是赚40,000 是4万块钱台币 I should expect no less than that 我应该期待的是不少于that 这个that就指的是40,000 NT a month 那么不至于少过于这个月薪吧 我要跳槽 我总也希望能够拿到 至少是跟我目前同样的薪水吧 那么这是他的一个实际的回答 这个可以给我们参考 就是我们在求一个薪职 转向工作的时候 这个希望待遇啊 总是要有一个基准来说的 If we decided to hire you When could you start? 那么这一个呢 If we decide to hire you When could you start? 在这里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这是一个假设语法的一个说法 就是我还没有决定呢 就是说只是说 如果我决定雇佣你 那这种假设语法呢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if 如果后面这里呢 用的是过去式的动词 就是说在条件句里面 使用了过去式的动词 代表的是跟现在的事实相反 就是说我们还事实上还没决定呢 If we decided to hire you 如果我们决定 如果我们决定hire雇佣你的话 When could you start? 那么在主要的子句 我们也是使用了过去式的这个注动词在这里 所以这是一个完全假设的一个情况 如果我们决定雇佣你了 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呢 所以这是假设语法的一个用法 是取代的意思 是取代的意思 代替我 I can start anytime 我个人呢是anytime 任何时间都可以开始的 那么换句话说 我是没有问题 我什么时候开始都行的 However 不过呢 I'd like to give my current employer a week or so to find someone to replace me 不过呢 I'd like to 我们以前说过 I would like to 是我想这样子 就是说我打算呢 我有这样子的期待呢 要给我的current employer 给我目前的雇主 a week or so or so就是差不多 就是一周左右吧 为什么呢 to find someone to replace me 让他去找 someone找到某一个人 来取代我的位置 那么这是说 你并不是说 一说不干了 马上就明天就走了 那么也是要给一个老板 给他一个缓冲的时间 让他找到合适的人 to replace me 所以他是 给他的回答是 I can start anytime 我个人没有问题的 However I'd like to give my current employer a week or so to find someone to replace me 那么这是非常周到的一个人 不是只顾自己的 这样子的回答是很好的 Very well Thank you for coming You will hear from us next week 那么这是 very well 各位要注意到 就是说你在面试的时候 你应该注意到 结束了 快要结束了 老板的暗示 他说 Very well 很好啊 Thank you for coming 这是客气话了 谢谢你来 这个for是为了感谢的原因 为什么谢谢你呢 Thank you for coming 因为你来 谢谢你来 You will hear from us next week Hear from 就是听到我们的消息 You will hear from us next week 下个礼拜 我们会给你一个回音的 你会听到我们的回信的 那么这是告诉你 这个面谈到这里结束了 Thank you for meeting with me It will be an honor to work for you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客气 礼貌的一个 结束的一个谈话 就是说 Thank you for meeting with me 感谢您接见我 It will be an honor 这里因为还没有决定了 所以他说 这将是一种荣耀 什么荣耀 我们说it 形式上的主词 代表to work for you 为贵公司服务 为您服务 如果能够为您服务呢 那将是我个人的一个荣耀 那么这是一个 很客气的一个结尾 我们就是会 面谈就到这里结束 那么结束完了以后 你要尽快地离开 如果老板要交代 你要补充什么资料的话呢 你也要赶快补齐送过来 那么这是我们看到的 一段面谈的实况 在课本上提供了很多 就是主持者可能问的问题 那么求职者也可能问些 哪些问题 在面谈的时候 事先事后 等于又应该 注意些什么事项 留给各位同学 做参考的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儿了 下一次我们要介绍的是 follow up 也就是说 追踪的信函 我们下次再会了 再见 再见 by bwd6